哈囉我江江今天呢來玩雪國人生的測試服 喔可以看到後面有個超大的龍爐 OK那當然這些未分配的呢都是 之後呢可能就不會沒有那麼多啦 因為畢竟人家是先測試嘛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魔陰專精的部分 它一開始呢之後可能會抽到其他的 像這邊就有強化燃油設施 靜電設施提升這個 像把這個酸呢轉化成變稀的那個什麼混合燃油 然後私人訂製呢是製造武器防具耐久上限提升30% 火辣辣椒呢就是這個辣椒的料理 它可以效果提升30% 然後同時有30%機率對周圍敵人造成 額外90%的超感傷害造成增加一層灼燒這樣子 然後還有硬化植物 就是類似的耐久度提升150% 木製結構獲得硬化植物的效果 那我不確定它建築物獲得硬化效果它會有什麼 它為什麼不通不確定啊 那我覺得先做哪一個 目前是沒有酸啊 沒有酸做成燃油 覺得是有點難選擇耶 就目前沒有 但是因為我背包有一堆東西喔 所以我想試試看這個 這個沒有用過 先用這個看看 OK 再來是 再來是什麼 它有類似電容爐啊 整合廚房這些東西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什麼 月下礦工 礦類晚上的時段效果翻倍 然後是電子回收 拆解廢品產生的元件提升50% 長效保存是 爐灶製作料理保存時間翻倍 然後再來是這個器械掌控 就是 限制耐久度提升50% 我覺得 我會比較需要這個 我晚上應該是不會去採集吧 先用這個 採集這個 先做這個電子回收的部分 再來是什麼 精氣拆解 炸藥回收袋 潛水套裝 七身之手 睡眠超過10秒 治療所有疾病 獲得10分鐘耐久 消耗降低的效果 我覺得在雪國 可能會需要這個床吧 先用這個 拆解台也是 我覺得初期 可能這會是一個 比較好的方法 但我現在50期的話 應該是床 OK 再來是什麼 分子研究 分子研究是什麼 輕型工作台製作 使用熱鹽礦 冷金礦製作 鹽金跟冰金 這是應該是新的技能 然後是 強化研究設施 研究台 就是研究這些東西 然後再來什麼 發電機 提升10瓦 再來是電降彈 重量降低80% 產量加2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新的東西 然後再來是石油工藝 之前就有了 千斤帶雨 地底抽水拱 建造在冰面或水面上抽水 可以破開冰面採集到下面的資源 這個 性能也可以試試看 假人 可以自動吸引周圍的怪物 這也是可以 這也是新的東西 我想試試看破冰臭水狗 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 貴金屬提煉 這之前有了 冰霜陷阱 觸發後生成4個冰霜漩渦 這是熔煉 晶電燃油設施 它可以把硫磺晶電層熱鹽礦 應該是新的東西 然後燒磚 玻璃製造時間 縮長50% 我覺得是想要試試看新的 地雷或是這個 先用這個好 這感覺比較實用一點 再來是 這個 成分分析 溫度大於20%的時候 每增加20度 產生20% 最大到60% 或是 冰火飛刀 這個我比較不常用 種植箱 千彈齊發 散彈槍 這又不是打PVP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吧 再來是 金屬熔解 電如消耗算益 金礦製造這個 樹 這是什麼樹 總之呢 新的東西 這個是什麼 製作 然後可以高價賣出 類似 類似合成晶片那種東西 或是金錠啊 銀錠 魚類 它可以從 魚的體內提煉資訊數 資訊 它可以 它可以縮小上鉤的 上鉤的範圍 就是它這個什麼 釣魚用的 燒烤派對 這有點像是火焰的陷阱 超過10層 一天觸發一次爆炸 這好像蠻厲害的 如果我是 休閒玩家的話 我可能會需要 這個 或者是這個 可以賣東西 但是這個也不錯 嗯 試試看這個 初期我可能會需要大量的錢 OK 新生採礦平台 生命防線 這個牆 然後 料理之王 搶效爆炸 這個會選哪一個 採礦提升20% 然後 盾牌 廚師 先選廚師好了 然後再來是這個 喔 這什麼 結晶轉化工藝 電爐消耗新神 原池金屬錠製造 各種結晶 這個結晶不知道幹嘛用的 沒有 之前沒有看過 但 測試服務就想說試試看吧 嗯 可以在研究台製作 溫 溫度降至 10度 負10度 這好像是可以耶 沒有 就是 它有類似一個 寒冰的護照 但不曉得它實際上 可以做什麼程度 喔 這是異常發電機 發電提升15% 電極小值 這好像也不錯 清晨解放 這還是12鳥 就是 打怪用的 但我覺得應該不需要 這個試試看吧 新東西 OK然後 這個呢 就 試試看 反正都差不多吧 看看 這沒得選 OK那因為它這邊的內建 這邊都已經全開了 全開了還多了一些未分配的 就是參考看看 OK那這邊呢 好像有多一些東西 多了這一排新的對不對 看起來是 再生客製 主機槍 對超異常體再生造成100%傷害 然後 手槍可以對 手槍可以造成100%傷害 優勢屏障 擊敗目標後 電勇傷害加25% 多重彈射 獨行者 OK 看起來有些不一樣 先一樣 試試看新的 再點一些 自動號武器 這個我隨便選啊 因為 我也不確定它到底 適合哪一些裝備 OK 然後再來是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體驗服 有個好處就是 什麼 它有很多 它有很多裝備可以玩耶 你看這個 哇 之前這些都要課金才有辦法穿 現在都直接可以穿在上面 然後 體驗 體驗這些 課金的 服裝 還有 它鼻子會抖一下 哎呦 這是待在頭上 其他都看過了 當然有套裝啦 哇 泡泡 哇 還蠻好看的 這個咧 這好像也是抽的吧 還有這件 喔還有這個 這是買那個什麼 買那個送的 哇 帥 喔 欸發光耶 啊這個我有 牛仔 Dinosaur 喔 牛仔裝 很多帥氣的衣服喔 還有鞋子 這幾乎全開的啊 你看 這是什麼 面罩 喔呦 這裡蠻帥的 背包 欸 吊死 掛飾啊 各種掛飾啊 各種掛飾啊 這也有 哇 那 好啦 選一下啦 這個是要給他穿一下啦 那種面具可以不要的吧 欸這個 照醜 哎呀這樣子 呵呵呵呵呵 好奇妙的感覺 好啦好啦好啦 背包來換一下好了 還有 當然要給他穿下去啊 好啦 先這樣子 耶 好各位 好啦因為這個新的地圖呢 比較容易飢餓跟口渴 就是 吃一下 啊因為體驗符呢 就是 呃 他幾乎算 快補滿了啦 你看 吃一個就補滿了 重點是 他好像不會消耗 有啦會 會變少 會變少 那我需要先 建立一下 我的位置在哪 目前沒有啟動 建造一個 建造一個 建造一個在 建造一個在這裏 我怎麼蓋 這不一樣 喔喔 我加 喔在前面啦 加在前面 超慢 呵呵呵 因為 你知道為什麼他很慢嗎 一開始的東西超多 你知道嗎 多到一個超重 6 6 693 散負重140% 呵呵呵呵 好啦我來試試看 我來蓋個東西 我現在領地台 這裡 先蓋一下東西 基本上已經全開了 就是 傢俱這邊 哇這什麼 有地毯 他其實 很多傢俱都有啊 之前沒有獲得的可以看一下 家具 家具 起居的 兩張床 造明 的 設施 這些之前都有 什麼新東西 喔功能的是有 營火 火爐 冷風機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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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牛啊 這牛 野牛 先 做個 呃 儲藏褲 唉唷 大型 唉唷 這可以放 不能 沒有結構 好 接他先做地板 先做地板 好我先大概蓋一下啦 因為 這個 為什麼 不能蓋 先大概做一下就好了 測試服不用 不用太精緻 OK然後 呃 先把東西收起來 東西應該放不完吧 32格 快滿了快滿了 再一個再一個 OK 輕鬆多啦 欸 輕鬆多了 那我這邊 呃 血條旁邊 有一個人的 人物的狀態喔 它好像是 藍色的 溫度是 零度啊 體感溫度 10度 大概是控制在這個溫度上面 OK 好啦 繼續介紹一下 還有什麼東西啊 除了剛才 這邊這邊這邊 除了剛才 防守這邊 全開之外 生產加工的 看起來沒有什麼新東西 功能喔 這邊有一個什麼 冷風機 暖氣機 滑鎖 這滑鎖 好像是可以滑鎖 就滑鎖 幼宅小圖 這個圖沒有跑出來 螢火 電力設備 沒有新東西 戶外的話有這個 溫控塔 還有 10個蓄電池可以蓋起來 奇蹟般的巨型設施 能改變周圍大地空間的氣溫 只能建造在領地外圍 看一下喔 蓋 但是它要蓄電池 凡圖都有 哇塞 幾乎全開 該有的都有 這也是蠻厲害的 除了它這個 這些 沒有強化 除了這些基礎的有啦 好 再來是我們的地圖 可以看到地圖只有這一片 目前我看起來有一個 遺忘之地 四四等等 再來是 無落 耗墜落點 熊漆雪場 金骨香 冰屋營地 五個營地喔 那這個我確定是不是 副本 應該是副本 呃...39級的 目前看起來是四個副本 然後...呃... 它的地圖其實不大 這邊有個港口 這邊有個港口 咦?這個是什麼 心願奇境 西遠 18等的 不曉得這個新地圖 有沒有什麼隱藏的寶箱啊 或是 配件之類的 對啊說到配件 我是不是要趕下 它應該也有吧 沒有 它沒有解鎖耶 看起來它好像有新的... 是不是有新的啊 我看看 跟之前的不太一樣 咦? 這樣有沒有多那麼多嗎? 感覺有多新東西喔 看了又要重拍新的... 新的找... 找東西的那個... 教學了 戰術這麼多啊 戰俠 有其他武器嗎? 有欸 彈曲弓 看一下這個還有什麼 它的配件也多很多喔 戰術... 喔... 看下一隻是槍 槍口是什麼 大型... 槍口自退器 有些有看過 有些沒有 先進去... 緊緊緊 它現在又開始要吃東西了 所以有可能要... 要準備這個... 殺手兔 就是那個... 可以自動幫你去... 打動物 然後獲得一些肉品 這樣子... 會比較... 比較不會這麼缺... 食物吧 我覺得 就是迅露 獲得兩個皮 兩個肉 感覺這個世界只有我在玩啊 那是什麼? 火刺果 這應該是新的水果 需要... 需要做什麼 這邊都有 試看這個 改名卡 哇... 青彩兩萬 青彩兩萬 可以... 可以做啥 應該用不到啊 因為... 應該有都有吧 哇... 哇... 現實中的遊戲 我也希望有這些寶箱 不然... 想太多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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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喔